朋友们好,今天是2022年8月22号,星期一,现在是美东时间,下午的6点06分,美股已经收盘,我们很快做一下收盘节美股。 今天关键的题是,关注联储加行理上,美股重挫,那么道指跌超过640点。 那么以史为鉴,从技术层面上看,那么本波美股回调会到什么地方? 我们先看一下,这个是Feed,实际上再生阴转,现在又变阴了就是说,那么9月升息,观察重点。 这个就是那个Feed的官员布拉德,他说要加收声息,所以大家关注的是,8月26号,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会议,杰克森栋,全球央行会议,这个地方是观察的重点,中间会给一些线索,关于9月份到底加多少个基点,就是说。 另外我们看一下,目前这些原油,实际上是在90到95美元之间,美元指数飙升得非常非常快。 那么美国时限期国贷在收益率也是拉高的迹象,非常明显。 所以就是说,这里头,尤其美元指数上升,对这个科技股的压力是比较大的。 另外,这个地方底下这个图就是说,是过去10年统计的每一个月平均报酬,这里面包括中期选举。 大家可以看一下,这个6月份很明显,今年实际上就是美国总统的中期选举年。 这个6月份下跌幅度非常大,我们会要看的,那么平均来看7月份是比较看涨的,也就是说7月份我们可以等会也要看,这一波涨是非常大。 那么8月份是比较,就是说涨跌后线,那么9月份平均来看都是下跌的。 所以大家9月份一定要小心,就是说,那么后面10月份,11月份,12月份以后,似乎股市都是比较好的。 那么另外我们看下这个图,这个就是从Feedwatch上截图下的,这里头表示就是说,这边代表的是加息三码的,就是75个基点的,这个概率大是53.5%。 那么加两码,50个基点的概率大是46.5%,所以现在市场至少到我这个做这个视频的时候,Feedwatch上给去的这个概率升75个基点的概率,要大于这个升线50个基点的概率,这个随时在变。 所以我们说大家注意一下8月26号,那个全球央行会议,那个可能就决定9月份到底加多少码。 好了,我们很快的先看一下大盘。 那么这个大盘今天实际上是低开低走,实际上就是说一开盘就是往下挫的,而且是越,就是说幅度越来越大,大家可以从这个分视图看得非常清楚。 那么纳斯达克实际上下跌2.53%,那么标普500下跌2.14%,那么道琼市下跌1.91%,所以今天这个大盘的下跌幅度都是比较大的。 我们再看一下行业热力图,基本上所有的板块都是下跌的,除了这个油气,大家看一下,涨了一点点。 我们看一下林涨的板块,这就是炼胶煤,赤心股热煤,这个都是上涨的,涨的幅度都不是很大。 另外就是说,这个内地的教育,在线教育,这些中概股,似乎今天也都在上涨,跟教育相关的。 另外这个泥电池也是上涨的。 我们看一下涨跌分布,那么截止今天收盘的时候,下跌的股票一共是9.583只,上涨的股票是2190。 大家如果记得没错的话,上五礼拜五基本上也是跟这个类似的,下跌的股票也是超过9000。 所以如果,就是说从礼拜五,今天礼拜一,如果明天礼拜二还是这个样子,就证明这个回调应该是已经开始了,非常大概念的时间。 好了,我们先很快的再看一下这个标普500。 当然这个标普500这里面给大家用的是月K图,我们主要是看一下这一波回调反弹会到什么位置,所以我们用的是月K。 在2.14,大家可以看一下,但目前就是说,我们看一下,它最高点是在2022年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,来了最高点。 当月就开始下跌,下跌幅度是5.46%,最大的跌幅是12.27%,也就是1月份下跌的幅度也是比较大的。 那么2月份下跌3.24%,最大跌幅10.50%,我们说最大跌幅是从这个最低点当月来到最高点。 那么这个下跌的幅度是从这个收盘到开盘到收盘之间这个距离。 那么4月份下跌8.94%,最大跌幅下跌10%,那么5月份上涨的,那么一共上涨3.68%,最大的涨幅是11.93%,那么这个是5月份,这个是5月份,大家注意,这个实际上是3月份,我这个地方写错了。 这是1月份,这是1月份,这个是3月份,然后4月份是下跌的,然后5月份基本上说有10日之星,然后6月份下跌了8.77%,最大跌幅是11.48%,那么7月份是上涨8.42%,那么最大涨幅超过10%,目前这个8月份还没有收盘,还有7个交易日。 我以前说过,这里头给大家,就用黄金分割法给大家画出来,看得非常清楚,从最高点到6月份这个最低点,如果说这一波反弹能够超过50%,因为现在8月份还没有收盘,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,至少目前为止,到这个线,收盘价没有来到反弹的50%, 我们说一般如果这个反弹能够超过50%,证明这个反弹还会继续,如果是低于50%,那么实际上表示这只是一个死猫跳。 所以8月份最后的这个礼拜,这个收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,就决定这个标股500是一个死猫跳,还是继续往上走。 好了,我们再很快的看一下,具体的给大家总结一下,我们在另外一个元件给大家看得更清楚。 这个元件我们是把它细分了,就是说把每一个月下跌的天数跟上涨的天数给大家归纳一下。 你比如说,这个最高点在这个地方,那么1月份很明显是下跌的,那么上涨的天数一共有6天,那么下跌的天数一共有13天, 其中有大约2%的下跌天数是没有的,但是基于1%、2%是有6天。 一般这个标普500下跌超过2%,就是说有一点异常,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小心。 你比如说今天实际上就是下跌超过2.14%,这个就更加深了就是说这个百元还会下跌。 那么同样,2月份上涨的一共有上涨的9天,那么下跌了10天,其中有两天下跌是超过2%的。 那么3月份上涨11天,下跌12天,3月份实际上是上涨的。 大家去那天正好深息的时候,大家从科研图,这个就是3月份的,是上涨的。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4月份,那么4月份上涨是8天,下跌是12天。 也就是这个很明显是个下跌的,而且是下跌的。 我们刚才看到1月份,4月份,6月份都是下跌幅度比较大的。 那么5月份是上涨的,涨的幅度不是很大,基本上是一个实质性,我们刚才看了。 所以到上涨11天,下跌10天,基本上是相等的。 那么6月份上涨8天,那么下跌13天,这个就是6月份。 我们再看一下7月份,7月份一共上涨12天,那么下跌8天,这个就是7月份。 这一波涨势还是非常非常猛。 那么8月份到8月19号,那么上涨有6天,下跌一共是9天。 如果把今天上涨,今天礼拜一,22号的话,那么下跌一共就是10天。 那么其中,今天呢,大家看右边收盘价是超过2%的,就是下跌幅度。 所以我们很快地看这个结论。 这个结论就是说,下跌月份的涨跌天数一般的差距比较大。 尤其这个下跌的天数比较,就是下跌幅度比较大的时候。 你比如说6月份,下跌13天,上涨8天。 那么10月份同样也是。 那么第二点,下跌月份中,高度下跌天数超过前年温和下跌天数。 也就是说,在6月份,你可以从这个K图就看得非常清楚,这个是6月份的。 下跌往下,下挫1,2,3,4,连续4根往下的K棒。 那么4月份也是1,2,3,4,5,6,7根向下中挫的K棒。 然后,最后一个大跌月份中,高下跌,接近于全约的上涨天数。 就是说你比如说,我们这里头4月份是一个大跌的月份。 那么4月份上涨的这个天数是8天。 那么比较大的下跌的也接近于8天。 我们从K棒就看得非常清楚,大家看这个是1,2,3,4,5,6,7。 把中间这个上涨就是8天。 所以这个正好这个中挫的这个天数,正好就是它上涨天数。 目前来看,我们这个8月份,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个跳空。 这两天如果把跳空上涨的话,这也属于下跌的幅度非常非常大。 那么它会下跌到什么程度? 我们从例子上看好了。 刚才是从每一个月每一个月的分析就是说,看这个动能还会往下走。 那么我们从趋势线的角度,从技术层面上看。 这是一个最近的趋势线。 我们说2点决定一个线。 所以这一波回调很有可能会来到这个地方。 这一根线大家注意,正好就是牛跟熊的分裂线。 标普500,3845点。 所以我们说这一波下错,很有可能来到这个牛跟熊的分裂线。 就重新测试这个3845点。 如果大家记得那个道琼师,目前实际上纳斯达克, 现在又回到那个牛跟熊的分裂线之下。 那么这个很有可能要回测这个。 我们拭目以待。 好了,我们今天就在这儿。 明天交易训理。 拜拜。